现在我们再来看考虑摩擦时螺旋幅的树立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个螺纹 这个我们看这是螺母一 这个是螺杆 我们再看我们把这螺杆 螺母一和螺杆它组成了一个螺旋幅 那这个螺旋幅它的牙形也就是我们过螺杆的轴线做一个抛面 这时候抛出来这个牙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巨型的 巨型螺纹 所以我们把这种叫做巨型螺纹幅 或者巨型的螺旋幅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螺旋幅的尺寸 我们这个叫做螺旋的大径 一般的叫做工程尺寸 也叫名誉的直径 叫大径 是名誉尺寸 那么这个是它的小径 用小写第一 再一个还有个中径 用第二来表示 这是它的相关尺寸 另外还有个参数 就是螺旋的深角 这是螺旋深角 那么在这儿我们知道 螺杆它的螺纹可看作是由一个斜面 扰着圆柱体而形成的 同学们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当游行的时候用一个三角旗 你当这不用的时候把它扰起来 我们就看那个斜边 在这杆上形成这个空间的曲线 实际上就是一个螺旋线 那也就是说 这个螺杆的螺纹 它的形成是由一个斜面 扰在圆柱上形成的 那这时候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关系 就是把螺杆 螺母一和螺杆二 这个螺旋的运动关系 能不能简化成的一个滑块 沿着斜面二上的滑动关系 为什么要建立这关系 如果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么它的受力关系 运动关系 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斜面 前面分析的受力关系 就可以应用这个受力关系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这个螺杆 是这个面 把它展开 那展开以后 我们是沿着中进展开 注意 这个是沿着中进展开的话 那么这个的斜面的长度 就是派第二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斜面的高度就是导臣 什么是导臣呢 就是螺母旋转一周 所移动的这个距离 旋转一周所移动距离 在轴向的这个距离 这就导臣 那么导臣呢 和这个逻距和头竖的有关 那么这个斜面的琴角 而这个螺旋伸角 也就是这个斜面的这个琴角 那么螺母一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滑块 这个视为滑块 它是在这个支撑面 是在这个面上 这时候呢 我们就相当于斜面这个滑块 这样我们就把一个螺旋的 一个螺旋运动关系 就给它等效 或者转化成了一个斜面的这个运动关系 那么他们的树立关系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 如果当我们螺母上作用载荷 J的时候 那就相当于这个滑块上 作用了一个J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 当我们给这个螺母上加一个例句 加一个例句 让它呢旋转 就俯视向右旋转 向右 同时呢 它等速呢上升 因为螺旋运动 它在等速转动的时候 也就等速上升 上升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叫做的宁颈过程 叫宁颈螺母的过程 那么这时候呢 那我们看 在宁颈螺母的时候 那么这 这时候呢 就相当于斜面上的滑块 沿斜面的等速上升的过程 那也就在F力作用下等速上升过程 那么这时候F和这个例句是什么关系呢 由于我们知道这个斜面的展开呢 是沿着螺旋的中镜展开的 所以这个应该呢 用中镜的半镜乘上F 就等于这个宁颈螺母时候这时候例句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转化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的宁颈螺母时需要的驱动例句 这个驱动例句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二分之第二 相当于中镜的半镜 也就是这F的例句 这个F例句呢 转化到这个螺旋上 就是M 如果转化到滑块上 就是F 所以这时候呢 等于它 那么F呢 它是加在滑块上的水平驱动力 也就是斜面等速上升的时候 正形成所需要的驱动力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力呢 是等于J 加上 呃 乘上一个Tentina Alpha呢 加F 我们把它带入 就得到了 宁颈螺母时候的驱动力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考虑摩擦时 我要使这个螺母等速上升 所需要的这个例句 啊 例句 那么这个Alpha 在这儿就是螺旋伸脚 在那儿也是相当于 这个斜面的琴脚啊 那么有了这个正形成的啊 那也这个也就是宁颈螺母 属于呢 螺旋幅正形成的 所需要驱动力 那么反形成呢 如何来确定呢 反形成的就是放松螺母时候啊 这时候所需要的阻抗力 怎么做呢 由于运动方向相反 所以呢 只要把这个公式啊 正形成的公式中的φ 加一个φ 改变符号啊 就是运动方向发生改变 这时候的M 不再是驱动力了 而是阻抗力 所以必须要加一撇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关系式啊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宁颈螺母和放松螺母 正反形成啊 两个的率的数率分析啊 这是关系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α大于φ M1片如果是正的话 那这时候就是阻抗力啊 这个阻抗力呢 也就是阻力矩呢 阻力矩呢 是阻止螺母放松所需要的力矩 也保持螺母的等速放松的这个力矩 如果α小于φ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M1片是负的 就表示放松螺母时候 所需要加的这个驱动力矩 这是我们研究的 这个巨性螺纹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个螺纹的牙形呢 它有各种形式 有这个巨性的 也有梯形的 还有三角形的 甚至还有这个圆弧形的 圆弧形的等等 那我们再看一个呢 就是三角形螺纹呢 如何来研究 那么这个呢 是个三角形螺纹 那么螺母呢 是一 螺杆呢 是二 这个组成了一个螺旋幅 那么我们看 它的牙心 也就是过螺杆的轴泡面 我们看这个牙心呢 它是个三角形的 那么它的参数呢 有哪些 就是牙心半角 贝大角 这个贝大角 那么 这个是 它的牙整个的牙心角 是二贝大 那我们下 我们把这个叫做三角形的螺纹 那么三角螺纹呢 这个时候怎么受理分析呢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按照 前面这个斜面等 这个在等效呢 我们说不用 实际上呢 在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峻形螺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个 平面接触 那么三角形螺纹呢 我们可以看视为呢 是槽面接触 因为这个螺旋的运动关系啊 我们前面可以转化成 那个斜面运动关系 这个 这个巨型螺纹就有了 那我们现在 只不过就是 接触面的形状不同 接触面的形状不同呢 是影响到什么 它的弹量摩擦 摩擦角或者摩擦系数 摩擦因数 弹量摩擦因数 所以这样呢 那我们只要改变 当量摩擦因数就行了 或者摩擦角就行了 那这时候我们看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螺纹呢 我们可以视为槽面接触 那么槽心角是什么呢 就是2θ 但2θ和这个β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是一个90度 减β的关系 那么它的摩擦因数呢 我们知道槽面接触的摩擦因数啊 fv是等于f除以sine的θ角 θ角是槽心半角 那么在这儿的槽心半角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等于90度减β 然后把这个的代入 θ角 那这时候就变成它 也就等于这个f比上的cosine的β 那么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是吧 这个三角形螺纹的 荡量摩擦因数 那有了荡量摩擦因数 那个荡量摩擦角呢 就是一个actentine的关系 那么这个呢 那这时候呢 在计算摩擦例句 就是宁静螺纹时候的摩擦例句 驱动例句 和放松螺纹的所需要的阻抗例句 怎么计算呢 那这个和这个巨性螺纹呢 是相类似的 只要把巨性螺纹的公式啊 把它引入 把它摩擦角改成 当量摩擦角就行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正形成宁静螺纹时候 所需要驱动例句 那我们只要把fi改成fi位 那么这时候呢 放松螺纹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fi改成fi位就行了 也就把巨性螺纹 反形成的这个祖康例句的公式啊 把fi改成fi位 这个就得到三角螺纹 那么这个公式呢 而具有的普遍意义 普遍意义 那我们说 对于平面呢 这个 对于这个移动符呢 我们实际上呢 把槽面接触 圆柱面接触 通过当量的这个 摩擦因素呢 的引入 使它这个 把这个不同接触面的问题啊 都化成一个平面问题来处理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也可以把各种牙型的 这个螺纹呢 都可以按照一个巨性螺纹 平面接触的巨性螺纹呢 来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 荡量成 那这时候的荡量摩擦角呢 我们只是说荡量摩擦角的不同 或者荡量摩擦因素不同 所以这个公式呢 更具有普遍意义 也可以看作是 罗文斧的 利据的一个 就是利的关系的一个通式 那这时候呢 这个范威呢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牙型 那么取不同的荡量摩擦因素 或者摩擦角就行了 所以这个以上呢 我们对这个螺旋复的树立分析呢 我们就介绍点 啊